施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? 一、过敏体质的人群,为常当不好的婴儿,爱化浓妆的人群等, 吃热体质,爱吃辛辣,刺激海鲜烧烤的人群,不注意个人卫生,制度环境潮湿, 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开采者。 二、血液和淋巴循环系统障碍也可造成施症的发生, 最典型的类似胃预激性失诊预激性脾炎,患者往往有下肢静脉曲张, 或有过静脉炎,造成下肢怨端发作循环障碍,导致部分发作失诊。 三、失诊,目前多认为是由于复杂的内外因素、激发, 而引起的一种迟发性变态反应,使者病人大多数是扩敏体质, 这种体质往往与传因素有关, 所以特病的人群中容易发病。 一、失诊常见症状,失诊三大症状特点。 一、臊痒性,其特点是持续性臊痒, 依靠分散注意力也无法解决, 安静下来时,臊痒会加剧, 形成振发性加剧,持续性臊痒的状态。 二、犯发性,失诊可以发生于全身任意部位。 三、肾出性,失诊,顾名思义, 会有肾出液,否则,不流水不易诊断为失诊。 二、针对食疗,如以致失诊性致。 一、失热型急性失诊, 疲倦超红,肿胀, 肾液,结痂, 臊痒,小便士, 大便干结, 失红,抬黄。 一、绿豆一饮人汤, 绿豆, 寄饮个三十克, 煮烂后加入白糖调味, 一天内分几次食完, 连服务的七天。 二、皮虚心亚急性失诊肤色暗红, 有少许液体渗出, 部分干燥结痂, 反复发作, 面,足腹肿, 手大, 抬板。 三、玉米虚心汤, 玉米虚15克, 玉米虚30克, 鲜尖玉米虚, 玉米虚, 至佳取枝, 加冰糖调味, 淡茶饮用, 可怜服务的七次。 二、 造平慢性失诊者去皮肤干燥脱脱蟹, 色素沉着或成排泄状, 患部剧烈臊痒, 强反复肌性发作, 手大, 排薄大阔镜。 一、 红枣扁豆粥, 红枣食肢, 扁豆三十克加水煮烂熟, 加入红糖, 浮食, 应用而减量。 三、 进行日常的防护。 一、 维持正常消化功能, 促进正常的吸收与排泄。 二、 在干燥季节, 最好减少洗澡次数, 平时洗澡则以淋浴为佳, 勿用太热的水或过度清洗, 避免过度沐浴, 入浴时宜选择温和的沐浴组, 以减轻皮肤负担。 三、 尽量穿着柔软及宽松的棉质, 或其他天然纤维衣服, 少穿, 盖会引起过敏的人造纤维, 及毛料的衣, 背。 四、 当外界气候干燥寒冷时, 以擦油脂性的乳液来滋润皮肤, 避免在户外曝露过久, 或过度吹风, 以免皮肤或余干燥而发病。 更多健康方面的知识, 欢迎点击上方关注按钮, 想要了解哪方面的知识, 留言告诉我们吧, 说不定下个选期, 就是关乎你的健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